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精彩的英国烧脑神剧《马上回来》 影片主要讲述了一次车祸夺走了马莎的男友 阿时的生命 在朋友的介绍下 马莎利用阿时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信息 塑造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假阿时 刚开始 马莎只能通过手机听到合成的阿时的声音 不久之后 那个声音告诉马莎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阿时真正的回到她的身边 这部电影剧情虽然奇葩 但却十分精彩 一起来看看吧 影片的女主人公名叫马莎 她有一个深爱的男人名叫阿时 马莎和阿时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刚刚搬进了阿时父母心 曾经居住过的一间乡村农舍 和世界上许多指南一样 阿时是数字媒体控 严重依赖自己的手机 整天就知道捣鼓手机 但是马莎并不以为意 爱一个人就是包容她的一切 她全心全意地爱着阿时 生活虽然朴素 但是小两口对于未来的新生活充满憧憬 然而搬家后第二天 阿时就被杀了 租用得像是货车 却被还了回来 失去了阿时 马莎痛不欲生 后来在葬礼上 马莎的一个朋友萨拉告诉她 有一种新的业务 可以让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进行联络 通过使用对方过去的在线聊天记录 和网络媒体资料来塑造一个全新的数字阿时 由于其人工智能相似度高 对于适者的伴侣将是一个很好的慰藉 但是阿时对这种行为感到十分厌恶 她爱的是真正的阿时 并不是靠虚拟建立的 她认为他们的爱情是宝贵的 以这种方式只能是亵渎神圣的爱情 根本不想做这样的尝试 马莎的家人 看见失去阿时后的马莎如此不振 怕她再出什么意外 想让她搬回来一起生活 然而马莎不顾妹妹内奥米的反对 决定继续住在农舍里 守候自己与阿时的爱情 突然有一天早上 马莎收到了一封由阿时发来的电子邮件 原来萨拉已经替她注册了 马莎很恼火 并且删除了这份邮件 但是不久以后 马莎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迷茫而又孤独的心情之下 马莎决定重新开始和这个阿时聊天 慰藉自己内心的孤苦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猜想 马莎和这个虚拟的阿时 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还有杀害阿时的人究竟是谁 马莎又是否能通过这个虚拟的阿时 找寻到杀害阿时的真凶 来替阿时报仇呢 这一切都是留给我们的谜团 但同时也不得不让我们折服 虚拟网络的强大 如果有天我们的科技也发达成这样 该多好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了 欢迎下方留言 我是鸭肉君 我们下期再见